我失足跌下选秀舞台 一个古代女子占据了我的身体 她告诉我她叫林黛玉 为了完成我最后的心愿 她硬着头皮参加了这档国风少女101选秀 本以为只是打个酱油 没想到她直接带我从F班杀进了A班 后来全网追着她喊妹妹 热搜第一 林妹妹终于走出了那座大观园 林妖 我跌下舞台失去了知觉 这天原本是国风少女101的首期节目录制 做练习生已经四年 这是我第一次出镜 公司的本意是让我作为陪衬 用来捧起他们最看好的新人薛如曼 即便如此 我还是极力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只为了让姥姥能够在电视上看我一眼 可谁知表演还未开始 我就一脚踩空跌落舞台 再醒来时 我的灵魂漂浮在半空 竟看见被送到医院的我 在病床上缓缓睁开了双眼 很奇怪 脸分明还是那张脸 气质却与我全然不同 经纪人常说 我涂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香叶的土味 但眼前的我两弯四醋非醋卷烟眉 忍不住那超一绝尘的灵气 你是谁 我不有问 病床上的那个我似乎更加惊讶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 才看向我道 我姓林 林黛玉 你又是何人 林黛玉 跟《红楼梦》的主角同名 还别说他这一句的口吻和神色 当真有几分林妹妹若有浮风的气韵 我见得似乎并无恶意 也开口道 我姓黛 叫黛玉 只不过是佩黛的黛 你现在这具身体 原本是属于我的 听了这话 林黛玉倒比我想象中镇定许多 他叹了口气 似无奈又似歉意 但姑娘 我本授数已尽 入了太虚幻境 幻境称 我会在另一个时空 与一位姑娘交换机缘 想必 你便是我的那份机缘了 等等 太虚幻境 这不也是《红楼梦》中的场景吗 我的头脑一团乱码 你真的是林黛玉 贾宝玉和薛宝钗你认识吗 林黛玉的眼中浮出一抹黯然 我死后 宝玉同宝姐姐 应是里成了 他眼中的悲痛不似作假 我突然想起 鸿蒙梦中林黛玉弃绝身亡 正是宝玉取宝钗的时候 难道是书中的林黛玉死后 魂穿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正思索着 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 经纪人大步走了进来 我原本想躲一躲 但他静止穿过了我的魂魄 走到林黛玉面前 黛玉你醒吗 感觉怎么样 经纪人问他 全程没有瞟我一眼 看来 除了林黛玉 其他人压根看不见我的魂魄 林黛玉冰雪聪明 想必也是猜到了这点 直到 好多了 我在他耳边介绍 这是我的经纪人 见他紧促眉头 似是不解 我又补充道 用你们那个时代的话来说 我算是个做工的伙计 他就是我的掌柜 我们都在东家手底下干活 林黛玉这才微微汗手 明白了 经纪人见他精神头不错 也松了口气 问道 国风少女的选秀 你还要继续参加吗 我跟节目组沟通过了 虽然首期节目 你没有表演 但舞台的升降台出了问题 他们也有责任 如果你想继续参加 节目组会保留你的名额 但只能分到最差的F班 林黛玉听得眉头微醋 谨慎地问 选秀入宫的是 还有的我说去或不去 经纪人愣了愣 你说啥 我心道不妙 在古代 凡是符合标准的 官宦之家的女卷 必须要进宫待选 林黛玉想必是将选秀 理解成了宫廷选秀女 我连忙向他解释 这个时代的选秀 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 这里没有皇帝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选秀 指的是选拔某方面优秀的人 这是个展示自己的好机会呀 林黛玉抿了抿薄唇 陷入思索 生怕他会拒绝 我着急到 姐妹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 同意参加吧 我从台上摔下来 魂魄离体 应该是活不成了 你既然占了我的身体 就行行好 替我完成死前最后一个愿望 可以吗 见黛玉目光松动 我仿佛看到了希望 又悲痛倒 我自幼父母双亡 是被我姥姥带大的 这么多年 其他人都不看好我 唯有姥姥坚信 我有一天会发光发亮 我想让姥姥在节目上 看到我的表演 哪怕就一次 让她知道 我没有让她失望 这话似乎触动了 黛玉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 她天性中有悲悯 即便仍不明白 选秀是个什么选法 却是轻轻点了点头 借如此 我便去吧 经纪人打量了一番待遇 见她目光成名清澈 的确没有大碍 才开口道 那行 我这就去跟节目组说 你还可以休息三天 三天后 就是主题曲MV的拍摄 虽然你不一定有镜头 但队形得提前拍 所有选手必须到场 黛玉大概不懂MV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应了声好 我只是一个不受重视的新人 经纪人没有逗留多久 很快便走了 病房里 一时陷入了某种微妙的沉默 她就如同出路大观园时那样 处处留心 细细观察 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 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 我现在有点相信 你是从古代来的林妹妹了 或许你需要先了解 现在究竟是个怎样的时代 02 之后三天 我大致向林黛玉介绍了现代的情况 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 还告诉她微博和微信的用法 她不愧是《红楼梦》中的才女学霸 即便隔着时代的鸿沟 也能一点就通 甚至还在微博上 自行搜索了国风少女101的视频 之前录制的第一期节目已经播出 黛玉看了片段 顿时大惊失色 你说的选秀 便是这个意思 这与戏子有何意 不怕被人看点了去 我无奈服额 便知道这天迟早会来 记得《红楼梦》里 史湘云说黛玉像戏子时 宝玉在一旁乱使眼色 还惹得黛玉脑了 那时候戏子是最下层 最卑贱的职业之一 黛玉一个出身高贵的官家小姐 要是让她去当戏子 怕是比让她死更难受 我只得耐心解释 林妹妹在我们这个时代 戏子不叫戏子 叫明星 意思就是明亮的星星 她们不光不卑贱 还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戴玉仍是难以接受 一双卷烟眉营绕着愁绪 戴姑娘 我既是答应了你 自然不会反悔 但最初你只说 让姥姥在节目上见你一次 便可了却心愿 可这选秀竟持续两月有余 实在是太久了些 戴玉言而有信 我的一颗心落回了胸腔 安抚她道 你放心 第一次公演以后 一半的人都会被淘汰 我只是公司 送去衬托别人的牺牲品 铁定是一轮油 至多十天就结束 十日 戴玉轻声喃喃 看得出 她仍对戏子的身份心存芥蒂 但十日的时长 总归让她稍微好受血 她想了想 问我 若是十日之后 没有被淘汰 又该如何 我大手一挥 相当自信 不可能 公司把钱全砸在了 另一个新人身上 没有资本捧 我肯定排名垫底 你妹妹 你就安心表演 替我录个脸就行 最后铁定能被淘汰 戴玉听了我的话 也是松了口气 那咱们便说好了 十日为期 期限一到 我说什么 也不再做戏子了 我得了她的承诺 立马点头如倒算 没问题 凭公司对我的安排 淘汰值可待 你就安心等着吧 03 我跟着戴玉 前往主题曲MV的录制现场 这档选秀 是首个以国风为主题的女团选秀 MV的录制地点 居然大手笔的选在了故宫 戴玉同另外一百个女孩 扮上妆容 身着汉服 在节目组的带领下进入故宫 如今的皇宫 竟是平民百姓能随意进等 戴玉看着朱强黄瓦下 川流不息的人潮 感慨万分 我在她身边充当解说 我们这儿人人平等 不分平民和皇室 只要买门票就能参观 戴玉垂下眼睫 眸中似有万千情绪流转 轻声道 没想到 头一回进宫 竟是在另一个时代 以这般方式 她今日身着一件白底绿恶眉披风 再搭配浅紫色袖折枝梅花上炉 更显得清新脱俗 风流婉转 与巍峨恢红的故宫 形成了心灵对比 再加上那爱婉动人的眼神 很快吸引了MV导演的注意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个班的 导演刻意走过来问 我叫戴玉 F班的 戴玉案之前商量好的达到 听到了F班 导演方才期待的眼神 顿时按了按 MV的镜头分配 也是有讲究的 在第一期节目中 被评为A班的12位女孩 有更多的镜头 还有单独的唱词 等级越往后 拿到唱词的概率越小 F班的 如果能录个脸 便是幸运了 我心情失落 唱词已经分配完了 都给了ABC班 队列也是按等级排的 F班只能站在最后 唉 我怕是没有机会露脸了 戴玉听我叹息 却是宽慰我道 视若求全和所乐 据我说 处于末梢 退无可退 或许也是种机缘 我微微一正 这话从父母双亡 寄人篱下的戴玉口中说出来 不免让人失神 如今 网络上流行一种 林戴玉式发疯文学 网友们争相模仿他 阴阳怪气的对人语录 这样的模仿多了 尽让我忘记 戴玉原本是个 多纯粹通透的人 他对身边的人和事 有着清醒的认知和共情力 在看似烈火烹游 鲜花着紧的甲斧 他能对每个人的苦痛 感同身受 这是他的敏锐之处 也是他的悲悯之心 和戴玉相处了好几天 我这才对他 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更没想到 他话音落下没多久 那机缘便来了 你们当中 有没有毛笔字写得好的 MV需要拍一段 国风少女写事的画面 某一个站出来 他跟我同属一家经纪公司 也是公司力捧的对象 我紧张地看着戴玉 古人写毛笔字 应该得心应手吧 戴玉会议 从人群中 鸟鸟停停走出 出声道 我可以一试 他这一出声 立刻引来无数侧目 参选的女孩们小声嘀咕 这是谁啊 气质真好 上次录节目怎么没见过 F班的 还没上场 就摔下舞台了 啊 原来是他呀 听说本来就是个打酱油的 薰如曼可是上位圈选手 他居然也有胆子来争 话不能这么说 我看他身上 有种富有诗书气字滑的味道 说不定写字真的很漂亮 导演看了薰如曼 又看了看戴玉 吩咐助理将笔墨纸拿过来 时间有限 便省去了摩摩的环节 让两人写几个字瞧瞧 我飘在一旁看热闹 还别说 薰如曼的字写得的确不错 那字体方方正正 类似恒水体一般稳重归整 戴玉的字则多了几分风骨 风格俊秀多姿 灵气四溢 导演一看 心中便有了人选 儒曼 MV里已经安排了一段你的古典舞 写诗这段就让戴玉上吧 薰如曼一正 神情颇有几分不符 他是见过我写字的 歪歪扭扭 跟狗爬一样 眼下听导演这么说 不由过来看戴玉的书法 只一眼 神情便从不符转为了惊讶 戴玉 你的毛笔字和印笔字 差别也太大了吧 薰如曼皱着眉头道 戴玉却只嘀嘀一笑 并不解释 有了这么个小插曲 戴玉成功帮我争取到了单人尽头 这在F班是独一分的 导演似乎对戴玉格外偏爱 从各个角度拍了又拍 只怕没能拍出他身上那股独特的气韵 到收工时 他对戴玉说了一句话 你会火的 一定会的 娱乐圈里美人很多 但你这样的气质 却是独一分的 戴玉只是淡然处之 笑着说 谢谢导演 我知道 他对娱乐圈还是心存抵触 只想着十天后跑路 然而 无心摘流柳成音这句话当真不假 主题曲MV发布那天 网上的讨论爆了 101名国风少女身穿汉服 在故宫珠强黄瓦的映衬下静态极言 A班的12位女孩 大都自带粉丝 又有单独的唱词和表演 自然收获了一堆弹幕的追捧 尤其是薛如曼 她身段一流 轻步慢舞 在MV中的独舞大放异彩 颇有几分汉宫飞燕就风流的味道 到MV的后半程 却有一个全新的面孔 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 那是黛玉写诗的片段 夕阳西下 瑰丽的霞光映照在故宫的琉璃瓦上 而在那重重珠门 深深庭院之内 清新脱俗的少女直笔灰墨 笔下的每个字都似沾上历史的光辉 那眉目 那举止 即便未曾开口 也自有一段风流态度 弹幕煞时沸腾了 一分钟以内 我要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 这是什么神仙妹妹 她好像在发光啊 怎么出舞台没见过她 我不管 我要Pick这妹妹 Pick 必须Pick的死死的 我看着这热闹的弹幕 心中又是高兴 又是畅妄 我终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但观众喜爱的 却偏偏不是我自己 而黛玉 则是兴起又动容的翻看着网友的评论 纵然她才华横溢得到过众多褒奖 也从未见过这种阵仗 大概到这时 她才相信了我的话 这个时代 戏子是明星 地位不在北界 她会因此改变观念吗 我们二人心思各异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 我一看 不由大惊失色 是我姥姥的电话 零四 我下意识想拿过手机 但半透明的手指 却静止穿过了屏幕 无能为力的悲伤 瞬间占据了我的心神 差点忘了 我已经变成浑拓 再也无法和姥姥说话 黛玉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 带我拿起手机 你说 我转达 可好 我酸着鼻子点了点头 黛玉按了接听 姥姥焦急的声音 立刻传了出来 玉儿啊 我看网上说你摔下了舞台 姥姥还是不放心 要是身体撑不住 就别录节目了 我家月儿这么棒 今后肯定有的是机会 姥姥对我总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事实上 要不是我极力争取 连上这档节目打加油的机会都没有 我忙让黛玉安抚道 姥姥 我真的没事 你看到网上的主题曲视频了吗 提到这个 姥姥的声音才带了一丝笑意 看到了 你教我用的那个微博 我每天都搜索你的名字里 我家月儿真好看 字也是下苦工练的吧 提到那一首根本不属于我的字 我的喉咙像是被梗住了 待遇见我顿得半赏不吭声 柔声对姥姥道 姥姥 您看我在视频里气色还不错吧 我好着呢 您总说我有一天会发光 还没让您瞧见 我怎么能退呢 她所说的 竟正是我所想要表达的 电话那头 姥姥总算是放下了心 月儿想做 那就安心去做 姥姥会守着电视给你加油的 我的眼眶不由红了 姥姥总是这样 无条件支持我的一切 自从父母去世后 我和姥姥就相依为命 人活在世上 总得有点盼头 我知道 姥姥的盼头就是我 要是她知道 真正的我已经死去 要如何才能支撑下去 林妹妹 电话挂断后 我如孽着 想起林妹妹 今后多陪陪我姥姥 不料我还没开口 却见她眼中泪光点点 意识动容的模样 戴姑娘 你放心 我记占了你的身体重生 你的姥姥便如我之亲 节目镜头 我也会尽力争取 定会让你姥姥看见 戴玉似乎总能洞察 我诚恳地说 戴玉却是不介意地摇了摇头 眉目含情 动容道 你的姥姥 跟我家的老太太很有几分相似 只是她虽疼我 却终究护不住我 也不知我走以后 她过得如何 提及过往 戴玉眼中水汽阴晕 眼看就要落下泪来 恰在这时 薛如曼经过此处 催促道 戴玉 你怎么还在这儿 马上就要小组排练了 戴玉先先细止试了泪 却也为矫情应声道 这便来了 主题曲MV拍摄结束后 选手们便投入到 第一次公演的准备中 这次公演 由A班的12位选手作为组长 带领其他选手分组进行对决 节目表演被赋予了6个 可以诠释国风的主题 分别为去 哑 狂 答 真 吃 每个主题有两组选手分别演绎 胜利的一组成员可以获得家票 由最终投票结果决定去留 戴玉通过抽签 分到了薛如曼的小组 薛如曼作为组长 选了亚这一主题 怎样的节目才算是亚呢 小组九人聚在排练室里 商量着表演形式 薛如曼提议 咱们既然是国风少女 节目中必然要有体现传统文化的部分 但如果全是传统 又不够吸睛 所以我觉得 咱们可以找一首旋利雅致的流行音乐 作为曲子 在自己往里填上带古韵的词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众人的认同 不错不错 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 有看点 薛如曼是个做事周全的人 他提前准备了两首曲子 一一播放 让大家选择 敲定了其中一首后 新的问题又来了 词谁来写 众人越越越试 又心有顾忌 如果名字能出现在作词人一览 对人气可能有加成作用 可古韵的词不是谁都能写 这些身处时尚潮流中的少女们 不敢轻易印下 薛如曼一个个扫尸过去 建筑员们愁愁不前 正准备将此事接下 这件黛玉恰好收了笔 抬眸道 我刚写了一首词 诸位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薛如曼不如惊讶 这么快 你什么时候写的 黛玉道 便是方才播放曲子时 有感而发 全员倒吸一口凉气 这反应速度之快 实在让人震惊 有人便提出质疑 我们的主题是雅 字词都要斟酌 你写得这么快 该不会是什么口水话吧 薛如曼也不认错过 成为作词人的机会 卧玄道 作词的是不着急 我们今晚可以各自回去写写 明天再请导师帮忙看看 要是各自有好的句子 还可以拼在一起 不要为了图快 不顾质量 话里话外 看似公正 实则暗讽 黛玉只有速度 没有品质 然而 黛玉看似柔弱 却从来不是好欺负的 他冷笑道 我尽不知晓 各位妹妹 都是长着千里眼的 看也不看 便知我写得比不上了 一句话 枪得众人一声不言 薛如曼哽了哽 才开口劝道 黛玉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让更多选手参与进来 黛玉笑道 组长要是这般态度 倒不如直接不理我的好 又何必假惺惺 问谁作词 再出言嘲讽呢 倒显得我无理取闹了些 薛如曼没想到 黛玉的言辞如此犀利 一时愣在原地 我在旁边看着 不由拍手叫好 记得《红楼梦》里 黛玉偶尔也会显露出这样的一面 有个桥段我印象极深 周睿家的送公花时 先给其他姑娘送完了 才将最后剩下的两只给了黛玉 那时候 黛玉也是如此冷笑道 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他入了贾府后 虽是谨慎小心 却不乏自己的锋芒与个性 因此常被人视作怒下无尘 爱是小性子 殊不知 黛玉寄人篱下 若是一味的好性子 只知唯唯诺诺 难保不被人欺负 该甩脸时甩脸 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知道 他不可冒犯 下回才知道收敛 人活到一定阶段 就会明白 犀利也有犀利的好处 省心省力 一本万利 就如同眼下 纵然局面陷入尴尬 黛玉却不急不躁 反是薛如曼坐立不安 他张了张嘴 正准备开口时 却有一人推门进来 竟是本次节目的 国风召集人兼导师 纪兰 一看到他 我就激动了 迫不及待向黛玉介绍 纪兰是现代圈内 最具号召力的面缘 曾经因为扮演一位 古代花魁获得影后 他对古征 查到这些传统记忆 研究很深 既有美貌又有才华 就是因为 他成了这档节目的 国风召集人 才让节目一开始 就备受关注 黛玉点点头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纪兰 而纪兰敏锐地 觉察到屋内氛围不对 笑着抛出话题 怎么样 表演的曲目定下了吗 薛如曼很快应声道 曲子已经定了 我们准备晚上回去 各自填词 明天再胖 纪兰姐 刚刚正想问你呢 你明天有时间 帮我们定下歌词吗 没问题 纪兰微微一笑 目光流转 玄机停留在黛玉身上 他的气质 似乎和这里的其他人 不太一样 纪兰好奇问黛玉 你手上的纸上 写的是什么 我看着像歌词 方便看看吗 此话一出 其他人立刻神情紧盈 担心黛玉会向纪兰告状 黛玉却丝毫没提 方才其他人的针对 纸大大方方 将纸递给纪兰 是方才听了曲子 现写的词 纪兰接过纸 先是赞了一句字 真漂亮 待看了两句词 便定住不动了 只见他眼中浮出惊艳之色 等全部读完 不由赞叹道 这词写得风流别致 灵气四溢 只听一首曲子的时间 便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黛玉 你很有才华 纪兰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才女 不光精通古征查道 还有极高的文学素养 他这番话一出 无意让刚才讽刺黛玉的人 更加尴尬了 薛如曼倒是个十大局的 见纪兰对黛玉的词赞不绝口 便笑着改口道 可以给我们也看看吗 要是大家都通过 也省得今晚回去再想了 黛玉点点头 纪兰便将歌词递给薛如曼 其他组员围着黛玉写的词 嘀嘀咕咕讨论了一番 神色竟也都平缓柔和了起来 甚至带了几分动容 最后薛如曼站起身 代表其他人向黛玉致歉 黛玉 刚才不好意思啊 只看你写得快 就以为内容不过关 说我浅薄了 你写的词 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好 你愿意将这份歌词 用在我们第一次公演的节目里吗 他语气真诚 面带惆惆 无论这份真诚是不是伪装 但薛如曼显然是个实大局的人 知道以其他人的水平 短时间内很难写出超越黛玉的词作 从小组的整体利益出发 必然是用黛玉的词能获益最大化 黛玉也没有深究方才的事 只淡淡笑了笑 硬倒 自然是愿意的 他虽然时有锋芒 但并不是个记仇的人 《红楼梦》里 很多人都说过黛玉的坏话 连席人都在背后说黛玉小心眼 但黛玉却从没在背后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我们都听过一句俗语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无人说 黛玉就从不在背后说人 嚼舌头 很多人只揪着黛玉耍小性的一面 说他不懂事 可实际上 黛玉却是知事故而不事故的真性情之人 薛如曼见黛玉大度 总算放下了心 展开笑容道 既然取和词都定了 我们就可以往下排练了 纪兰姐 你看可以吗 纪兰笑着点点头 对他们的效率很是满意 不过现在还缺一个节目名字 黛玉 词既然是你写的 要不然你来取个名吧 黛玉垂下眼睫 只思索了片刻便开口道 不如便叫冷月葬花魂 零五 下面有请薛如曼小组带来表演 冷月葬花魂 随着主持人暴目的声音落下 琉璃荧光屏上浮出投影 只见贴上一轮昊月 池中一道月影上下真灰 晚风一过 波光淋漓 伴随着那荡漾的水纹 悠悠的鼓琴声响起 黛玉身着一件月白人领长袍 配上天蓝腰带 雪青小衣 如同冷月下的仙子 正轻轻拨动琴弦 琴声婉然动听 伴着琉璃瓶中的碧波乐影 更衬出黛玉绝艳七楚的美 而后 薛如曼领个其他组员 在琴声中起舞迎歌 群居飘飞 歌声轻亮 水秀甩开时 似有无数花瓣 飘飘荡荡 凌空而落 而歌曲也在此时达到七美的高潮 观众都看得吃了 听得吃了 待节目表演结束 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导师席上的季篮也被牵动了情绪 扶掌探导 真的非常好 你们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试听盛宴 完全配得上主题那个雅字 其他导师也纷纷致以赞许 待夸奖的话说得差不多了 季篮又开口道 而且我注意到 你们这首歌 是组员黛玉自己填的词 黛玉 你能说说填词时 你是怎么想的吗 我没想到 季篮竟会单独提问黛玉 黛玉从未单独在摄像头下发过言 这既是机会 也是考验 我不由替他紧张起来 这件黛玉毫不犹疑 接了话筒答道 我只觉得 落花英是有生命的 怕他流落到肮脏的地方被玷污了 世上一花一幕 都应被细致周到的对待 哪怕花期短暂 他也曾绽放过 存在过 便如那些落花般的女子 这一生可能短暂 但绝不贫乏 他答得如此流畅自然 言语间都是对世间万物的悲悯 季兰感慨万千的看着黛玉 一脸厚生可畏的赞许之情 黛玉 你真的是个充满灵气的女孩 刚才听你演奏古琴 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 如果不是对世间万物饱含深情 是奏不出这样动人的琴声的 他看向身旁的其他导师 提议道 出舞台时 黛玉出了意外没表演 被分到了F班 但今天看了他的表现 我认为让他升到A班 当之无愧 其他导师认为呢 有导师提出异议 我们这毕竟是个选秀节目 刚才黛玉只演奏了古琴 没有展现歌舞方面的才艺 这样就评到A班 是不是片面了些 这样吧 黛玉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歌舞方面的才能吧 这话问的黛玉一正 只能诚实答道 歌舞 我的确是不擅长的 排演节目时 黛玉在歌舞上 总是迈不过心理那道坎 他一个官家小姐 平日里学的是琴棋书画 何曾涉猎过这些 但即便是这样 季兰依然坚持到 国风少女 最重要的不是歌舞 而是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凭黛玉的琴技和才华 我认为完全够歌 歌舞方面的不足 可以通过练习提升 但他的灵气和才气 却是再多练习也取代不了的 季兰当真是稀采之人 对黛玉有种近乎执着的偏爱 在他的剧里力争下 黛玉最终从F班跳入了A班 这种逆天改命的剧本 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我承认他确实有气质 但从F班直接跳到A班 这也太夸张了吧 刚发现 他不就是故宫写世的仙女妹妹吗 我真有眼光 早早pick了一个宝藏女孩 不会歌舞确实是个短板 但不得不说 黛玉弹着琴出场的那一刻 我是针线进去了 作为一名古琴演奏家 友谊说一 他弹的是真专业 不是花里胡哨糊弄人的 我已经把冷月藏花魂的歌词 抄了十遍 写得太美太有意境了 凭着歌词 我也要无脑支持黛玉姐姐 我飘在黛玉身后 看网上的评论 还好 大多数都是夸赞 这期节目播出后 黛玉人气飙升 一跃成为国风少女101讨论度最高的选手之一 然而 这跟我们最开始说好的十天淘汰 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搓搓手 心虚的开口 黎妹妹 我是真没想到 你不光没被淘汰 还进了A班 我忐忑不安的开口 这件黛玉一动不动的盯着手机 眉间紧促 我更心虚了 落落到 虽然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实现梦想 但毕竟之前说好了十天 你要是实在想走 凑过去看 他先让黛玉魂不守舍的 竟是一条微博 有没有人觉得 黛玉很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之前看他故宫拍的那段MV 我就觉得有林黛玉的味道 今天再看他弹琴和说话的样子 更觉得像了 难道黛玉是林妹妹的转世 下面的评论也是讨论激烈 林黛玉是书里的人物 根本就不是现实中的 怎么可能有转世 书里的人物又怎么了 在我心中 黛玉 宝玉 宝钗 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 都是封建时代下的牺牲品 博主真是说出了我心里话 我看节目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林妹妹穿越到现代 大概就是黛玉这个样子了 两弯四醋飞醋眷烟眉 一双四气飞气寒露目 说的不就是他吗 会不会是他在刻意模仿林妹妹 冷月《藏花魂》 这个节目名是蹭的林妹妹的诗 具体歌词虽然是原创 但也很像林妹妹的风格 我看得心惊胆战 黛玉虽然清楚 自己来自另一个时代 却一直不知道 他只是别人笔下的书中人 记得他刚穿来时 我曾问他 认不认识贾宝玉和薛宝钗 他当时还沉浸在悲伤中 后来反应过来 也曾问我 为什么会知道那两人的名字 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 他其实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 便顺口胡舟 说是太虚幻境告诉我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露线了 零六 黛玉姑娘 你也是看过《红楼梦》的 对吗 黛玉面色苍白 拿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 眼睛也直直的 看上去有些恍惚 我咬了咬唇 到这份上 值得老实交代 对 《红楼梦》是名著 我们这里的人 就算没看过 也都知道你的名字 黛玉灿然一笑 不成想 我所经历的一切 竟只是别人底下 安排好的故事 真讽刺啊 我手足无措地飘来飘去 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 却见黛玉突然起身 脚步虚浮地向外走 你要去哪 我连忙跟上去 黛玉随口应导 去看看我的医生 他来到了附近的一家书店 在名著专区 他找到了《红楼梦》 《沉甸甸甸》的两册书 记载了他如落花般 短暂而惊艳的一生 黛玉头一次 以观众的视角 看自己的故事 他时而轻笑 时而抹泪 被表情掺杂着甜苦酸咸 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 我默默蹲在一旁陪他 不知不觉 便从白天到了深夜 待最后一夜读完 黛玉眼眷长叹 原是如此 原是如此啊 他闭上眼 像是在消化他作为书中人的一生 我惊心胆战 生怕待遇受了打击想不开 小心翼翼地问 黎妹妹你还好吗 他睁开眼 眸中却似多了几分不一样的东西 我仍以为 大观元的日子才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 只是太虚幻境给我的一场梦 可如今看来 熟真熟患并不如我所想 他轻看一声 望向窗外夜空的近处 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 但不能永远一世 晃悠悠 美中不足 好事多磨八个字锦香连署 瞬息间则又乐极悲声 人非误患 究竟是到头一梦 万境归空 我隐约记得 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话 却不解其意 明妹妹 能说点我能听懂的吗 这急去熬牙的词句 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下解 黛玉笑了笑 他胶处的面容 被泛黄的灯渲染出轻仇 有一种不动声色的了物的慈悲 黛姑娘 你放心 我不会想不开的 上一世我活着 原是为了暴打宝玉的灌溉之人 要将毕生的泪水偿还 目视缘断 金玉方程 我死前知道 与宝玉的缘分已断 变焚了诗稿 了却前缘 该放就得放 这个道理 我不是不懂 如今 知晓过往的一切 只是书中命数 我也应放下前尘往事 不再执着于 被笔者操控的人生 这话我总算是听懂了 上一世 黛玉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宝玉 绝无了却 困在感情里的黛玉 是痛苦的 不过 黛玉是性情中人 为情而来 才算是真正的活过 在她了结了 与宝玉的前缘后 才能重新开始 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欣慰到 对呀 林妹妹 虽然你是书中的人物 可是现在 你不是正真真实实的 活在这个时代 经历这里的一切吗 你有自己的思想 人格 又摆脱了作者 给你的悲剧命运 不是正好可以 做你真正想做的事了吗 黛玉轻轻汗手 过去虽是笔者给我的命运 但也十分重要 为的便是从心底放下过去 带着这份领悟 活在当下 之前我拘泥于过去 总是对这个时代的一切 束手束脚 如今 我也该放下成见 放开手脚去做了 我听出她的言外之意 惊喜道 你的意思是 你愿意忽略十天的期限 继续参加选秀了 黛玉点了点头 继续参加节目 这既是为了你的心愿 也是为了我自己 她笑起来 那笑容中似带着云开雾散之意 释然道 我不喜欢平庸 虽然我如今说上如何 才算不平庸 但人的一生 如同过眼云烟 昙花一现 如果这短暂的人生 能留下点闪光的东西 不是比默默无闻 自生自灭好得多吗 一番话 说的我一是感慨万千 我的魂魄吁吁 握住黛玉的手 虽无法触碰 却好像有一股力量 在我们之间传递 林妹妹 那么 就请你替我 活出不平庸的一生吧 07 第二场公演 即将拉开帷幕 经过第一轮淘汰后 101位少女 只剩下55位 黛玉晋级A班后 也成了小组的组长 需要带领组员 完成第二场公演 不过这一次 是由选手们 自由选择组长 12位A班的选手 站在舞台前方 其他选手 想加入谁的队伍 就站在谁身后 三分钟后 其他组长的身后 都满园 唯有黛玉身后 只有寥寥二人 对此 我并不意外 林妹妹 你别难过 比赛的赛制 是团体作战 大多数人都想找唱 跳能力强的组长 其他人没选你 不是不喜欢你 只是为了晋级考虑 我安抚黛玉道 黛玉小嘴一敏 小声对我说 我才不在乎 无关的人喜不喜欢我 况且 不是还有两位妹妹 选了我吗 有什么可难过的 她能这样想 自然最好 选黛玉的这二人 都是第一次公演中 和黛玉有过合作的女孩 他们知晓 黛玉率性真诚 不会刻意抢风头 再加上他们的名次 都是吊车尾 要是跟了别的组长 很有可能被踢出 这才选择了黛玉 又过了好一会儿 等其他组提掉了多余的人选 才勉勉强强 让黛玉这组凑够了四人 这阵容 实在是所有小组里 看上去最弱的 再然后 是选择静言曲目 逍遥由 《网名媒归去来》 《天行剑》等12个曲目 已经由声乐和舞蹈老师 排好了样本表演 选手们只需根据自己的情况 稍作修改 便可演绎 国风召集人纪兰 对静演规则 做了详细的介绍 忽儿画风一转 笑道 我知道 大家都想选到自己心仪的曲目 为了增加咱们节目的趣味性和公平性 本次选取的顺序 我们将通过诗词接龙来决定 此话一出 选手们顿时议论纷纷 诗词接龙 怎么接 有人问 季篮解释道 我起一句诗 各组组长轮流用诗的最后一个字 缘上一句新诗 以词往复 如果背不出 选择曲目的顺序就要往后靠 留到最后的组长 可以第一个选择曲目 我心中大喜 被诗 这自然难不倒黛玉 果然 几轮PK下来 黛玉都是出口成诗 要不是其他十一位组长 纷纷带下阵来 我怀疑 让他再说个一天一夜也没问题 方才还备受冷落的黛玉小组 转眼成了全场的焦点 黛玉太厉害了 怪不得上期节目的歌词 写得那么好 原来是底蕴在那里 好项目黛玉的组员啊 可以选择最想跳的曲目 我感觉自己走错了片场 这里确定不是中国诗词大会 现场的选手们小声议论着 眼中都是钦佩之情 可以想见 等到节目播出后 这一段必定会为黛玉疯狂吸粉 黛玉 你留到了最后 可以第一个选择曲目 纪兰拿着话筒说 黛玉转头询问其他三位组员的意见 他们小组四个人的唱跳都不拔尖 选择难度最小 适合古琴演奏的网宁媒无疑最稳妥 不过 其中有两个女孩在出舞台时表演了剑舞 非常精彩 而逍遥游正好融入了剑舞元素 只可惜 黛玉和另一个姑娘对剑舞一窍不通 尤其是黛玉 她上一世身体不好 再加上时代观念的束缚 从未尝试过用剑和跳舞 三位组员让黛玉最后定夺 黛玉走到曲目牌前 手指在往宁媒和逍遥游之间游移 就在她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往宁媒的牌子时 却像是灵光一闪 陡然转向 摘下了逍遥游的牌子 这个选择出乎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近处的薛如曼好心提醒 黛玉 逍遥游的难度很高 剑舞不是短时间内能练好的 网宁媒更适合鼓琴演奏 你会表现得更出彩 黛玉却自由打算 最为简单的路 未必却是捷径 我想按着自己的意愿 事实从前没尝试过的 选择落定 便不回 听了黛玉的答话 既然面露欣慰 她一手将黛玉从F班提携至A班 如今看到她的选曲 更是鼎立支持 黛玉 之前看你 一直是焦花若柳的诗人气质 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看到你飒爽的剑舞 08 身为古琴仙女 却选择剑舞 这样的反差感 直接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 节目导演特意叮嘱摄像 多拍摄黛玉小组的排练片段 最初被冷落的一组 如今进成了节目的香波波 可是 剑舞咱俩完全没基础 怎么办呢 另外一位不会剑舞的女孩 皱着眉头问黛玉 黛玉已是想得清楚 咱们唱跳没什么优势 便可用情境来补足 节目要好看 技艺高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 便是容情入景 那位组员眨眨眼睛问 怎么个容法 黛玉亲浅一笑 我有一位好友曾说过 她但凡是个男人 遗会了一番誓影 可见女子 总有太多世俗束缚 若是在古代 规格女子更是不许耍刀弄剑 除非 那女子是个女将军 那位组员听出问来了 你的意思是 让组里两位会剑舞的 扮演女将军 而我们两个不会的 扮演规格女子 黛玉点点头 正是如此 她细细向组员们 讲述了她的想法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这之后 便是日夜兼程的紧张排练 出射剑舞 黛玉展现了 惊人的聪慧与恒心 动作她是一看就能记住的 但真正运用起来 还是不够协调 她便日日练 夜夜练 得了空便探究那一招仪式 真奇怪 从前若是做这些动作 我早就累得不行 如今却不怎么累 反而觉得神清气爽 黛玉的眼睛亮晶晶的 惊喜地感受着 运动后汗水流下的畅快 这是前世体弱多病的她 从未有过的感受 那是当然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 没少干农活 身体好着呢 我笑嘀嘀地陪在一旁 看到她的进步 就像是自己进步了一样高兴 你妹妹原本就该如此健康 如今网上流行一种病态美 甚至很多人喜欢黛玉 喜欢的是她作为病息师的柔弱美 但在我看来 她本就是《红楼梦》里最健康的人 这里的健康不是指身体的健康 而是心灵的健康 是天性释然 是追求平等 自由和爱的力量和勇气 无论外界如何动荡 她的天性都在自意地生长着 这样的黛玉 即便是没有病息师的娇弱 照样美得动人心魄 而这份美呈现在舞台上 足以打动所有人 09 第二次公演拉开帷幕 舞台的琉璃荧光屏上 投影出了悠悠深闺 闺阁中有一对姐妹 作与古琴前的是黛玉 律手轻拨琴弦 另一名站在她身边 歌喉婉转 她们弹得唱的 都是深归女子的不甘欲宏愿 徒友满腔报复 却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 即将依照父母之命 嫁与从未见过的男人 姐妹俩不甘心 相约出逃 陆遇汉匪时 被两位女将军所救 两位女将军的剑法精湛 像一条银龙般自在穿梭 片片秋风随剑无起 带起衣妹偏仙 时而轻弱尤云 时而骤如闪电 规格中的姐妹这时才知 原来女子也能这样活着 两位女将军教她弄武剑 带她们见识更宽广的天地 正值国运飘摇 战时吃紧 她们虽是归中女子 却是凶有求贺 遂熟读兵法 成为军师 手中的剑意 也愈发纯属 最后一幕 四名萨爽女子 与烽火硝烟中 共同武剑 曾经规格女子眼中的忧怨 已经被剑意和英气所替代 所谓逍遥游 并非是毫无拘束的自由 而是内心深处的 释然和开阔 一曲眼镜 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着戴玉 细细的汗珠从她额上渗出 像被招禄润湿了一般 有种健康的 晶莹的美 在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 戴玉选择逍遥游的原因 戴玉和探春是之交好友 探春曾说我但凡是个男人 可以出得去 我必早走了 另一番失业 探春不甘于在规格中 做一个千金小姐 而自幼冲作男儿教养的戴玉 异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若是男儿 他们在那个时代 必定能有一番作为 戴玉大概是想借这个机会 了却他和探春曾经的遗憾 也了却无数封建时代 被束缚女子的遗憾 他做到了 季兰看得眼中含泪 在导师席上拍红了手掌 真好啊 既有女子之间互相扶持的情意 又有金国英雄 坚强不屈的气概 老实说 刚开始戴玉选择了逍遥游史 我是有些担心的 因为你们当中的两位组员 原本对剑舞一窍不通 但剧情设定很好的 帮你们做到了扬长臂短 规格女子因为初学剑舞 本不用特别精通 初时那份不适应 竟恰好符合了人物特质 减小了你们的排练难度 凭心而论 你们的唱调水平 并不是这次公演中最出色的 但带给人的触动 却是最深的 这一曲逍遥游 在导师的专业能力打分中 只能算终上 但其中蕴含的丰富感情 却成了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位居观众最喜爱节目榜首 待遇的观众投票排名 也一路飙升到第二名 仅次于薛如曼 更多人认识了她 喜欢上她的才情与纯粹 也不乏有网友感叹 她真的好像是 书里走出来的林妹妹 如果真正的林妹妹 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好了 那些网友却不知道 他们的期盼 其实已经实现了 姥姥在打电话来时 也是喜上眉梢 玉儿 乡里乡亲看到你上电视里 都在羡慕我有个好乖孙 我就一直说吗 我家玉儿最棒了 谁见了能不喜欢 看到网上那么多人喜欢你 姥姥真替你开心理 我笑着 哭着 鼻子酸酸的 我让黛玉帮我转达 姥姥 我想你 姥姥说 玉儿 姥姥也想你 等你录完节目 回村里 我给你做最爱吃的香辣蟹 我泪崩 哽咽着说好 几乎忘记自己的声音 她根本听不见 黛玉也红了眼圈 帮我将心意转达 我不由庆幸有这份机缘 否则我死后 哪里还能听见姥姥的笑声 我知道 以黛玉的人品心性 必定会带我姥姥极好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十 经过第二次公演 55位女孩 只剩下了24人 黛玉带领的小组4人 最终全部晋级 有了这一线例 第三次公演选组长时 黛玉的身后不再冷清 24人被分为两组 分别由前两名的薛如曼和黛玉 作为组长 选择两人的组员恰好持平 正好每组12人 第三次公演的节目 和之前两次不同 每组多达12人 单个节目的表演时间加长 其中既要有团体的表演 又要融入每个人的独演片段 这对于节目的编排 是极大的考验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 既呈现国风 又兼顾团体和个人的表演 还让观众沉浸其中 小组内争议不休 我飘在排练室的上空 看着12位性格各异的少女 说着笑着 脑中忽然浮现出 大观园里女孩们嬉笑观园 饮酒服尸的样子 我对黛玉说 你看12个人 像不像精灵十二差 黛玉一愣 如水的眼睛望向我 又像是在透过我思考着什么 旁人见了奇怪 黛玉你在想什么 黛玉回过神 片刻后 才像是下定了决心般开口 不如 我们排一出红楼梦的精灵十二差 他说到红楼梦三个字时 不由放缓的语调 似乎仍是不忍触碰 那是他的来处 也是他的伤处 此话一出 排练室里不负刚才的争执 所有人都站在了赞同的一方 这个想法我支持 十二差是我心里的一难评 比普通的节目 更能带动观众的情绪 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好 这次表演的时间长 人又多 得带点剧情 才能吊住观众 十二差性格鲜明 有利于我们被人记住 就是这个角色怎么分呢 我想扮演薛宝钗行吗 哈哈 你哪里像薛宝钗呀 嗓门这么大 王熙凤还差不多 那我想认领一下石湘云的角色 有人跟我一样吗 女孩们七嘴八舌 竟很快开始分配起角色 只有一个角色毫无争议 黛玉 你就是从书里走出来的林妹妹 刚好你们的名字也很有缘 一个黛玉 一个黛玉 你来扮演林妹妹 当之无愧 黛玉笑了笑 只应了声好 没想到 她到了现代 还得扮演过去的自己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吵吵闹闹间 姑娘们总算分配好各自的角色 排练时间有限 让每个人都通读一遍《红楼梦》 怕是来不及了 大家便去网上 找别人写的人物解读 细细揣摩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黛玉也去找了 看到网上零零总总的各式分析 不由感慨 原来在另一个时空 竟有那么多人心疼着我们 姐姐妹妹们若是知道 心里应当是高兴的 我想到十二差的结局 也跟着叹了口气 要是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该有多好 话音落下 就见黛玉忽然抬眸 她一双眼亮晶晶 闪动着灵气 你说的不错啊 若是姐姐妹妹们都来到这个时代 便不会再有那些悲剧 黛玉站起身 得了灵感似的 将所有组员召集起来 她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设想 我们不仅要表演精灵十二差 还要表演他们穿越到现代的生活 凄凉的结局不是他们的错 而是时代的错 《红楼梦》里的每一个女子 都值得崭新的 自由的人生 11.第三次公演 节目组采用了全程直播的方式 同时在舞美上斥了巨姿 为观众营造出一场中式美学盛宴 重重墓杖形成了舞台的纵深感 而随着那墓杖缓缓拉开 黛玉小组的十二位组员 身着明清贵女服饰 缓缓走出 多愁善感的黛玉 稳重大方的宝钗 拖辣精灵的王熙凤 精灵灵巧的贾探春 十二差千姿百态 各有千秋 他们走进大观园 将群方的风姿毫无保留地呈现 戏运生动 剑之旺俗 每个人都以歌舞或乐器的方式 表演了他们在《红楼梦》中 最让人熟知的片段 黛玉藏花 宝钗细叠 凤姐社局 香云石林 圆春醒亲 迎春毒精 探春结社 西春苗圆 妙玉凤茶 可清春困 巧解壁货 比玩客子 十二差带着观众感受 贾府烈火朋友般的热闹 与富贵过后冷册入骨的衰败 鲜活的生命纵情燃烧 最终荣华宵尽 群方离散 大观园内人去楼空 归于一片寂静 音乐的古典声 却在这时重新响起 对景的古代宅院 换成了现代的高楼大厦 十二差再次出现 他们卸下了满头的猪翠 带着微笑向观众的方向跑来 他们脚步轻快 就像是把那个封建的时代 狠狠甩下了身后 奔向了盛大的自由 偏偏少女 如同这世间的所有美好 音乐从之前的缠绵 哀晚 变得灵动而轻盈 来到现代的他们 如同自有鸟挪的风 终于对于掌控自己的人生 他们有独立的人格 有追梦的权利 有不输男子的担当 这是时代带来的变革 云开雾散 历日中天 十二差终于冲破了封建的枷锁 那一凭一笑如此灿烂夺目 抚平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表演结束 现场的观众沉浸其中 久久没有回过神 半嗓才爆发出剧烈的掌声 同时爆发的 还有直播弹幕的热议 他们卸下满头朱翠 向我们跑来的时候 就像是一阵自由的风 我感觉到了 他们在用自由的灵魂 拥抱这个世界 多少年了 我终于感受到了 对舞台的感动 红楼本身万艳同碑 感谢这个节目 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结局的他们 十二差奔跑过来的那一下 莫名内奔 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苦了 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 珍惜拥有 而在精灵十二差之中 最受关注的 自然是黛玉 她入井入寝 将过往的心绪 呈现得淋漓尽致 这回网上没人再质疑 她是借灵黛玉故意炒作 所有人追着她喊妹妹 热搜第一 林妹妹终于走出了那座大观园 话题下的微博也是热闹非凡 原来我的梦 她本不该估计的死在寒冷的夜里 我的林妹妹 和该走出大观园 看看这大千世界 林妹妹清零洒脱 曾是金红照引来 如今这金红 终于照到了我们身边 凭借这次的演绎 戴玉的人气再度飙升 待所有表演结束后 由纪兰公布最后的排名 纪兰打开工作人员 递来的投票结果 按照名字从后往前 一一念出名字 到最后 只剩下薛如曼和戴玉的名字 没有公布 纪兰顿了顿 万分感慨地 看着舞台上101位女孩 出舞台时 我曾对大家说过一句话 半山腰总是挤的 你们要去山顶看看 但事实上 山顶并不是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自己的那座山顶 姑娘们 命运不会亏待 正在努力变好的你 你们有能力 去更高的地方看看 努力做你最想做的那件事 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 过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 这个世界 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 她的目光落在戴玉和薛如曼身上 重新打开了手中的指尖 现在我宣布 国风少女101的总冠军是 戴玉 随着这一声落下 无数材质里花旦展开 各色的亮片如同仙女散花 落在少女们的发丝和衣襟上 竟然亲自为戴玉 戴上一盏金色的头冠 薛如曼上前拥抱戴玉 微笑着说 恭喜 实至名归 女孩们都簇拥上来 在音乐的旋律下 共同唱起国风少女101的主题曲 当初拍主题曲MV时 戴玉还是没有一句唱词的小透明 如今 却从容地站在C位 她的目光 看着舞台下方的我 用口型对我说 上来啊 我愁愁着飘过去 待遇挪出最中央的位置 为虚无的我腾出一个空间 那些礼花 掌声 赞美 簇拥 便似乎我也拥有了 我小心翼翼地感受着 这从未有过的簇拥 竟突然看到台下 大笑着拍红了手的姥姥 原来 姥姥特意从村里赶到了现场 只为了给我加油鼓劲 在这一刻 我感到一种残缺的圆满 真好啊 我喜极而泣 真好 12 节目结束后 排名前12位的女孩 按照合约成为了国风宣传大使 在许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目和综艺上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也有的选手 收到了古装影视剧的邀约 季兰就曾帮一位导演 向黛宇发出邀请 张安哥导演正在筹备新版《红楼梦》的拍摄 他看过你在节目上的表现 说你就是他心中的林黛宇 真心希望你能出演这个角色 我一听张安哥的名字 立马激动了 林妹妹 那是张安哥爱 国际知名大导 无数女演员挤破头 也想演她的戏 你要是做了她的女主角 今后在娱乐圈就不愁资源了 然而 黛宇却是摇摇头 谢谢蓝姐姐 但对于未来的路 我有自己的规划 季兰倒也没多劝 微笑着看着黛宇 每一种选择都有意义 黛宇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只要你想清楚了 就依着自己的意愿去做吧 季兰走后 我还觉得有些惋惜 但黛宇却像是 卸去了沉重的附和 轻松的笑了笑 她告诉我 身在新时代 她想要活出崭新的 无拘束的人生 在国风宣传大使的合约期内 黛宇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 诗书中华向上把 诗词等多档诗词类节目 尽数夺魁 凭借在这些节目上的优异表现 黛宇破格获得了 北大历史系的保送资格 等国风宣传大使的一年合约期结束 黛宇跟前经纪公司的合约也结束了 她拒绝续约 无缝衔接进入北大 开启了她的大学生涯 黛宇说 这个时代的女子 可以跟男子一起进学堂闯事业 这是前世她想象过 就无法实现的梦 大四那年 黛宇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大直博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 她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 公派留学出国 建设了更广大的世界 毕业后 黛宇留校任教 成为了一名历史学者 大学老师 想到上一世 黛宇曾教相邻学师 如今竟是阴差阳错 真的成了一名老师 业余时间 同事们 观众们 没有人不喜欢她 聪明灵秀如黛宇 本可以靠着国风少女101的红利 顺利进入娱乐圈 走一条轻松赚钱的道路 可她没有 不是不能 是不愿 她依然是最初的那个少女 知事故而不事故 哭笑随心 喜怒不拘 她或许不够圆滑 棱角分明 却带着轻盈剔透的光 以纯真的面目 坦然迎接世俗的种种 这样的黛宇 无论在哪个时代 都是最耀眼 最清澈的存在 她值得一切最好的结局 我立于言下 看着黛宇被学生环绕时 灿烂的笑容 原来红楼一梦未必成空 我们的林妹妹 真的走出了那座大官员 番外 黛宇 我以魂魄的方式 在世间飘荡十年 黛宇在北大念书时 我也跟着旁听 但我对历史兴趣不大 作为农村孩子 还是种田比较吸引我 在北大旁听的日子里 我学习了很多科学的种田知识 要是我还活着 靠这些知识 肯定能够勤劳致富 让姥姥吃穿不愁 我也时常去看望姥姥 由于我的魂魄 不能离黛宇太远 于是 黛宇总是陪着我一起去 黛宇对姥姥很好 挣了钱 总是给姥姥买着买纳 还时常陪着姥姥聊天 乡里乡亲都说姥姥有福气 姥姥也是一脸骄傲的样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黛宇明明在她身边 她却总是盯着我的照片发呆 在我成为魂魄的第十年 姥姥生了重病 弥留之际 姥姥终于看到了漂浮的我 她朝我伸出手 嘶哑的嗓音喜结而泣 育儿育儿 我就晓得你没有走 你一直在姥姥身边 原来姥姥一直都知道 黛宇并不是她的育儿 姥姥别怕 我陪着你的 我张开双臂 想要拥住姥姥的魂魄 然而 就在我们魂魄巷处的一刹那 我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我原本以为 作为一个魂魄 我是不会晕过去的 但事实是 我不光晕了 醒来以后 还有了肉身 我被关在一个密闭的匣子里 只有盖子的缝隙 隐隐透着光 做惯了鬼魂 我正准备不动声色的飘出去 却发现 手指居然有了触感 一掌拍在匣子上 还会发出巨大的嫩响 正是怎么回事 难道 我已经投胎转世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用力猛拍匣子 只听外面一阵慌乱 还伴随着一个小姑娘 焦急的声音 快 快开关 没等多久 我重见天日 这才发现 自己刚才居然躺在一具棺材里 而眼前的人 个个都是古代装扮 身着素衣 还没等我搞清楚怎么回事 就见没手的小姑娘挖了一声 哭着抱住了我 姑娘 太好了 你真活过来了 子娟不是在做梦吧 她身泪俱下 鼻涕眼泪激动的一起流 等等 她刚才自称什么来着 你是 子娟 那小姑娘愣了愣 姑娘 你怎么了 不是我还能是谁 我倒吸一口凉气 子娟 正是《红楼梦》里待遇的贴身大丫鬟 我连忙查看自己的衣装 果然是一身古代贵女的服饰 再结合着棺材 这场景 可以猜到 这应当是黛玉死后 子娟扶着她的灵鹫 回苏州老家的路上 而我 居然穿成了黛玉 看来黛玉的猜测果然没错 她穿到现代不久后 就像我提出一个猜想 太虚幻境说 我们会交换机缘 既说是交换 想来你离开这里后 不会立刻投胎转世 而是会穿进我的身体 如今 她的预言成真 我不光穿成了黛玉 还是炸了湿的待遇 那么 我的姥姥呢 记得晕倒之前 我的魂魄抱住了姥姥 现在我穿到了古代 姥姥又去了哪里 没等我把眼前的情况理清楚 又听见不远处 传来一声声交集的呼唤 玉儿 玉儿 声音虽然有些陌生 但这个语调 这个称呼 不是我的姥姥还是谁 我立马寻着声音奔过去 竟然看见一个 外貌与姥姥七八分相似的中年妇女 只不过比姥姥看起来 年轻二十多岁 姥姥 我试探着叫 姥姥也上下把量着我 玉儿 我们激动相拥在一起 温热的体温 真实的怀抱 穿越到了这里 我才久违的体会到这种感受 谁说书中的世界 不是真实的呢 子娟在一旁都看懵了 姑娘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姥姥 难道不是老太太吗 她口中的老太太 正是指的甲母 子娟和黛玉 情同姐妹 如今又亲眼见到我和姥姥相认 怕是瞒不住 于是我让子娟先遣散了送葬的队伍 又将我和黛玉 在现代的事一一到来 子娟自然是不信的 姑娘 你大约只是刚醒来 头脑不清醒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呢 我也不着急 只对她说 家福我是不愿再回去了 姑苏是个好地方 我想留在这里 子娟 你是想随我留在姑苏 还是去别处 子娟想也没想就说 我自然是要跟着姑娘的 姥姥看看我 又看看子娟 一头雾水 她还不知道 我们来到了书中的世界 把我拉到一边问 玉儿 她是谁 这里的人 怎么都穿着古代衣服 拍电视剧吗 我便将我和黛玉 交换身体的事 说给姥姥听 姥姥不用担心 林妹妹早就猜到 我会穿进她的身体 因此将她的家私 都留给了我 林妹妹的父亲 有些家底 去世时 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 存在了姑苏的钱庄里 应该足够咱们安顿下来 姥姥文言叹息一声 那女娃真是个好姑娘 只可惜不是你 我好奇问姥姥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 她不是我的 姥姥回忆到 国风少女录制完以后 她回家里吃饭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香辣蟹 但是那姑娘却没吃下多少 包蟹的手法 也跟你完全不同 我一震 原来十年前 姥姥就发现了异常 黛玉向来不喜欢吃蟹 虽然后来 她为了我勉强吃下不少 但包蟹的手法 是装不来的 这十年 姥姥是抱着怎样的心情 一面心有疑虑 又一面自欺欺人 我的心不由顿痛 但幸运的是 我和姥姥终于在这个世界重逢 拥有了彼此最温暖的怀抱 至于子娟 黛玉与她情同姐妹 我自然也会用心带她 我带着姥姥和子娟 去了姑苏的钱庄 将黛玉留给我的钱财取了出来 我拿出其中一部分 托人去贾府 赎出子娟的卖身器 还她自由 又拿出一部分 买了一处小宅院 有了安身之所 剩下的钱 在留出日常的开销后 我尽数用在了购置田地 和聘用农夫上 在北大学习了八年的科学种田知识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经我的方法种出的田地 收成总是比别的好上许多 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 利润滚着利润 渐渐也成了一方富户 姥姥喜欢田地 虽然农活我都聘了农夫去做 但姥姥还是堪恋 双脚踩在田里的踏实感 她这一世的身体年轻了二十多岁 身轻如燕 可以尽情做她想做的事 子娟拿回卖身器 得了自由 却依然没有离开 她成了我的帮手 我给她丰厚的报酬 让她帮我管理田产 渐渐的 子娟也开始相信 我并不是她的主人林黛玉 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黛玉 但她依然将我当作姐妹 她说 能与黛玉有机缘的人 也必定是值得深交的好人 黛玉原本若柳伏风的身体 如今被我养得很健康 通过均衡的膳食调配 和科学的运动锻炼 久而久之 别人看见我 再也不觉得是若柳伏风的林妹妹 而是种田大户带姑娘 这样也好 《红楼梦》里的林妹妹 早已随着故事的结束 去了另一个世界 而我 只是黛玉 不活在任何人的光环之下 曾经我向往五光十色的娱乐圈 以为那才是我梦想 但经历世事才发现 脚下的土地 才是我灵魂深处的寄托 我和姥姥 子娟 在这个时代 活得风生水起 生龙活虎 相信黛玉在另一个时空 也是如此 重要的 不是活在何处 而是活出自我 黛玉的出现 曾经点亮了 我贫瘠黯淡的人生 但如今 我活成了自己的光 不等不靠 不漫不知 心知归处 即是无相